你在雇员怎么去到右边 得需不需要一座桥 需不需要 来写上 从1到S 你必须得学会几种几种东西 第一个销售 第二个管理 你必须得具备这两个能力 销售管理 你必须得具备这两个能力 这叫能力 这是第一个东西 第二个经验 第二个经验 第三个资源 能力项目资源 就是让你从1到S的那座桥 能力值哪个能力呢 销售和管理的能力 大家能听我来说什么吗 你看啊 咱看看学过财商 跟没有学过财商 去创业的结果好还是不好 一个没有学过财商的人 没有听过周老师课的人 请问是怎么创业的 大学毕业想创业 那我就去创了 想方思法找家人借钱 或者刷新红卡 是不是这样子的 创的头破血流 要能力没能力 要经验没经验 要资源没资源 他怎么可能赚钱 要不就是做了一辈子餐饮 终于攒了点钱 想创业 就喜欢做美发 结果回家开了个美发馆 能不亏吗 那学过财商的人怎么创业呢 来 先问自己 你喜欢做什么 你热爱做什么 老师 我就热爱做房地产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 可以没问题 那你就去房地产中介公司上班 去到链家地产 去到市华地产 购房网 去到中华地产 去到美联地产 去到21不动产 去到全中国各大中介公司上班 从基层的业务员 做到经理 做到区总监 做到店长 有了能力 有了经验 也有了资源 然后再出来开家店 请问这个时候 你开店的成功率 要比你没有做过这个行业 成功率要高上百倍 告诉我是 还是不是啊 所以要想创业 必须先去打工 通过打工 积累人脉 积累资源 积累经验 而且还有积累能力 销售和管理的能力 怎么获得 这个各位 记住 能力的获得方法 只有两种 把它写下来 能力的获得方法 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学习 但是学习到的 叫做假值 第二种 能力的获得方法 叫什么 叫实践 也就是去行动 去做 我再含那句话 你今天想 做销售冠军 做第一名 你要去上销售率的课 但是 如果你不去 找份工作做销售 你这辈子都不会 学会做销售 这样讲话 能不能听懂 一个叫真值 一个叫假值 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意学 讲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什么意思 知就是行 行就是知 这里指的知行合一 的那个知 分两种 一种叫真值 一种叫假值 真值就是你自己体验到的 叫真值 假值就是别人告诉你的 叫假值 但是你告诉我 哪个最重要 两个都重要 一个是倒 一个是素 要到处结合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那我们如果已经 在了S向线 我们要想去到 B向线 怎么办呢 还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能力项目和资源 但是我们要想从S到B 我们需要的这个能力就不一样了 我们需要不是需要销售和管理的能力了 而是需要什么能力 写上营销的能力 做销售不行了 做销售永远只能做小老板 要想做企业家 必须要学会营销 第二个能力是什么 领导力 就不是光管理能力了 你得学会领导力 第三个能力更狠 叫影响力 你看马云 各位 你们是先知道的阿里巴巴 还是先知道的马云 是先知道的马云 马云上 您在中国做各个节目 然后火 然后演讲 因为知道了马云 所以知道了阿里巴巴 告诉我士海 是不是 所以他用他的个人影响力 带动他企业的影响力 所以你必须得学会这三种能力 那这三种能力 也是一样 通过 什么获得 一个是通过学习 但是 这叫价值 真值是什么 真值就是 你在你的企业里面当过老板了 你当过老板 跟没当过老板 做过公司总裁 跟没做过公司总裁 是不一样的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一个人只有从基层做到了高层 才有可能懂什么是领导力 如果你这辈子都是做业务员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什么叫管理 什么叫领导力 更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影响力 而且还有 学习影响力 最快的方法就是公众演说 就是走上讲台 没有接见 所以为什么你看周老师 一直在跟你强调演说 演说演说演说 来继续 那我们学了这些能力以后 去到了B向线 我们到了B向线以后 首先要在B向线站稳脚步 才有可能进入I向线 对不对 去到B向线需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境界 第二个格局 第三个系统 如果你在左向线 你这辈子可以没有境界 可以没有格局 但是如果你想 让你的企业自动化运营 变成资产 想成为企业家 你必须要拥有境界 你如果还在优秀 和卓越的维持 你永远不肯让你的血自动化 只有老板进入了辉煌 进入了神奇这个维持 你的血才有可能自动化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各位 我问你个问题 你的境界在一楼 跟境界在三十楼 看到的景观一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什么叫高屋见领 什么叫站在该靠得远 这就是境界 你没有上升到这个维持 你永远不知道 哇原来世界可以这么美 你活在物质世界 你没有进入到精神世界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活着 什么叫发喜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境界格局和系统 有了这三个东西以后 你的B向线才能自动化运营 你就要开始进入I向线 你有了大量的时间 你有了大量的钱 你才有资格进入I向线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要找准你的位置 然后不断的学习 你听任何人可都是价值 但是价值很重要 总比不值想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周老师的课 永远是给你一个方向 叫师父领进门 修行带个人 追随才能获得精髓 你上一节课 跟随老师上所有的课 那是感觉完全不一样